我們現在暫時 因為我現在在密室的工作室 昨天看了工作室 我們以後就知道 其實我希望做一個更大的工作室 為什麼呢? 我不希望以後的講座 或者講座要出去走家 其實我要這麼說 我什麼都攤開 其實我每一次辦講座 我會花兩三萬元在酒樓上 譬如兩天有一百人 每人50元 我收回五千元 我有時候都可以想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講座 我不一定能賣樓 我不一定能賣團 是不是? 那我就變成 其實現在在想 是不是要租一個更大的辦公室去發揮呢? 這個也是我考慮之一 那麼 記住 快點報名 我們八月和九月的團 至於七月 我們會不會有很多朋友 會不斷問我講座的事情 其實我就等一個場地的回復 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不能夠即時安排 另外 不斷說一下 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聽眾 會做到這件事 不懂不重要的 我想找一個幫忙做一些簡單的業務 只是做兼職的 每天做四五個小時 三四個小時 四五個小時 四個小時也夠了 四個小時也夠了 那就是 身體健庄 又不用搬台 身體弱也不行 沒有說不行的 男女也可以 年齡 我現在就不 因為這個平機會的關係 我不能夠說 但我當然心中有把尺 我現在跟大家說 希望四十歲以下 我就會比較容易 因為也要學習 有些學習的 科技的 電腦 如果你的樣貌 捐好 又有身材 那當然會很酸 這個問題 是…我會更開心 因為大家看到 沒有看到Anna很久 現在其實Anna去了哪裡 我們都不知道 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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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個網友 經常上網找Ada 是… 還有陳勝不說 經常說想見Ada 是